歡迎收看3月30號的台式五間新聞 我是張寧 訊開小帶您關心的 台中是一名富人搭乘公車 不滿駕駛沒有及時停車 兩個人在車上爆發了口角衝突 而富人到站之後迟迟不肯下車 耽誤到其他乘客的時間 公車駕駛失控 對著富人咆哮 畫面曝光之後引起網友愉睿 在家的公車 你們不招手 你們都不停 宇晨哥下車前來個回馬槍 大抱怨台中公車不僅一定得揮手才停 甚至剛剛揮手了 還是有駕駛不停車 你是不想停 你是不是有紅燈你才停的 最好是啦 我看到你去走才停好不好 公車司機強調 不是在公車專用道路段 當然要揮手藍車 而自己也有遵守規定停車載客 兩個人你一言我異語 誰也不讓誰 要不要下去 我不要跟你吵了 二十三號上午八點多 上班交通接風時段 就怕耽誤公車上其他乘客的時間 駕駛下達主客令 但富人不罷休 還當起了心領導師 你一定要喜歡這個開公車 你才能來開公車 要不然你真的浪費你的時間 好啦 不滾啦 你叫我滾 不應該這樣子 富人氣炸 但其他乘客紛紛要他快下車 整件事被分享到網路社群 有網友驚呼 富人不該把前輛公車不停的怨氣 出道在他的駕駛身上 但也有人認為駕駛態度應該好一點 不太好啦 因為實際畢竟是出來工作的 就是有點浪費其他人的時間 別人可能在趕時間之類的 對此公車業者表示 目前還沒有接候投訴 會盡快瞭解整件事 離親之後會跟駕駛溝通 能夠控管自己的EQ 好好的跟乘客解釋 也做教育訓練 業者也提醒 乘客可以依循正確的管道反應問題 避免模糊的焦點 甚至又再衍生不必要衝突 既然駕駛艦 六七宇 台中報導 好 雙北市在昨天晚間都不太平靜 一輛B&W在台北市內湖區 才剛左轉 就撞上路旁停放的汽車 第一時間還繼續的行駛 撞毀了三輛機車 兩部汽車之後兆逃 讓受害車主氣炸了 而在新北市的五谷區 則是有休旅車左轉時 直行的機車閃避不及撞了上去 騎士一度被卡在車底 B&W告訴左轉狹小街道 速度快殺不住 猛烈撞上路邊汽車 車身巨鏈晃動 卻還一路猛踩油門 把汽車往前推擠之後 繼續橫衝直撞 最後停了下來 但沒幾秒車子加速逃離現場 遭搏擊的車主來牽車 超傻眼 我原本的車子停在停車格 然後它那個衝擊力道是 直接把我的車子往前撞 撞到前面的車 而且看影片的車子跳起來這樣 麻煩啊 因為我自己有上班 然後要用車這樣 生活上會比較麻煩一點 事發在29號晚上9點多 周氏駕駛行進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 一個轉彎連撞兩輛汽車三輛機車 發出了巨響嚇壞 父親店家 嚇一跳很大的車 結果又撞 連續撞了三部車 看可能撞到的時候 那個輪胎又卡住 你就一直 一直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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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樣子好像是酒駕 開得搖搖晃晃 是不是酒駕心虛逃逸 警方已經聯絡上車主 釐清原因 而同一晚 在新北市五谷區 一輛休旅車綠燈左轉 疑似沒有注意執行機車 造成機車閃避不急 撞上休旅車車尾 其實不慎卡在休旅車底 昏迷指數只剩三 送往醫院救治 雙方都沒有酒駕 將郊遊警方釐清 車禍趙澤 記者 綜合報導 最需要來關心到 保齡茶室食品中毒案 截至到今天上午10點 新增了4例 累計25例 那麼當中1例沒有點炒果條 為服務在昨天公布了 最新的採檢結果 病況比較嚴重的 巴黎個案當中 都驗出了米少菌酸 但是在保齡茶室的果條 香蘭葉 還有再蘭米粉的食材 檢驗都是陰性的 毒物專家楊正昌分析說 產生出米少菌酸的 糖昌伯伯克氏菌 生長條件是非常的嚴苛 必須在攝氏22度到33度之間 酸減值在6.5到8之間 而且環境中的鹽分 不超過2% 要經過了1到2天之後 才有機會產生毒素 因此在台灣非常的罕見 台灣出現疑似手起 米少菌酸食品中毒事件 通報人數再增4例輕症 但特別的是 其中一人每點炒果條 點了卡里仁當即冰奶茶 卻同樣出現腹瀉噁心等 症狀就醫 有專家分析 產生米少菌酸的糖昌伯伯克氏菌 本來就處在環境中 那要生成毒素條件其實相當嚴苛 必須處於溫度約攝氏22度到33度 時間長達1到2天 PH值約6.5到8 也就是在偏中性環境中 而鹽分必須在2%以下 才會產生足夠毒素 反正你酸性的食物 譬如說你加了一堆鳳梨好了 假設 或者加了一些醋 一大堆醋 這種酸性食物基本上都沒辦法出貨 我們平常的家庭的食物 可能原本都在2%以上 專家分析必須天食加上地利 米酵菌酸毒素才會致命 因此在台灣相當罕見 而保齡茶室食品中毒案件 衛福部29號公布疾管署檢驗結果 目前病況較嚴重的8例 都驗出米酵菌酸陽性 但保齡茶室三種食材 果條香蘭葉米粉及上油果條供應商的果條 米酵菌酸檢驗都是陰性 為何人體和食材檢驗結果完全不同 專家推測可能原因 第一個當然食材也許已經被賣完了 或者是被丟棄了 可以做的就是說 在這個環境裡面看能不能採到這個菌 但是這個我的理解是 它需要時間 對這些檢體再繼續做檢驗之外 那我們也會盡快召開相關的專家會議 衛福部依舊認為果條相當可疑 剩下的32個鹼體調味粉醬油等 將繼續檢驗 但究竟食材是製作還是保存過程中 遭到米酵菌酸毒素污染 相關單位加緊腳步釐清 這台北綜合報導 台61縣北上雲林麥寮路段 發生了死亡車禍 一名60歲 黃信騎士逆向行駛 在內側車道上 跟轿車發生了碰撞 騎士整個人撞進了轿車裡頭 當場死亡 而在台中清水 一輛脫板車要在路口右轉 駕駛沒有注意到後方有騎士撞了上去 只差一公尺 就會撵到騎士 快速道路上 轎車與機車發生碰撞 兩台車黏在一塊 機車幾乎全毀 轎車車頭凹陷擋風玻璃碎裂 轎車駕駛被救出松衣 而騎士人呢 旁邊幫忙照一下喔 來幫忙吧 接著騎士人在撞擊當下 跟著撞進車內當場殘屍 有一名患者送麥寮蒼蒼 然後另外一名 就是自理破碎的那個 離機車貨翻在二十九號晚間八點多 台六十一線雲林麥寮路段 六十歲駕駛騎士 逆向騎上快速道路 最後在內車車道與轎車發生碰撞 駕駛騎士當場死亡 二十五歲叫的駕駛頭部撕裂傷 根據了解駕駛騎士高雄人 是來賣聊工作的外包商 只是為何騎車逆向 是否酒駕 警方仍在釐清當中 另外在台中清水 則是一輛拖板車 來到入口右轉 駕駛沒注意到右後方有騎士 將騎士撞倒 騎士一路滑行 只差一公尺 陷被後輪碾壓 機車駕駛多處受傷 所幸傷勢無大礙 警方調查雙方沒有走駕 拖板車駕駛轉彎時 沒理讓執行車先行 警方將依盜招條例 對駕駛開罰一千八百元 接著中部中島 高雄大寮台二十九線 合體路二段在凌晨 發生了自來水管爆裂的意外 大量的水不端湧出 在現場還有一個大坑洞 台頭車輛是及時閃避 沒有造成傷亡 而台水公司派人搶修管線 經過調查 意思是原水的塑膠管線破裂釀貨 還好沒有影響到供水 人們應該是平坦的柏游路面 卻在凌晨四點多的時候 突然隆起破裂爆開 事實淋沙散落一地 還有流水不斷從裂縫中湧出 幸好沒有車輛 路過遭到波及 天一輛相關單位立刻前往 位在高雄大寮台二十九線 合體路二段的現場 仍然是地名下在水管爆管 瞬間力道太大 柏游路被衝破 導致道路中間 隆起長達約十公尺 旁邊還破了一個長三公尺 寬1.5公尺 升1.2公尺的大洞 該路段正式開放 單車道通行 它是一個350mm的原水管線 那我們的同仁跟乘商在早上7點之前就已經到現場 而且把相關的開關都關閉了 目前在修理中 疑似租交管線時間久了 加上附近重車多長期碾壓下造成管系破裂 由於現場也有中油的管線 他們也不敢大意 特別前往查看 我用無用氣體檢測 是沒有氣體洩漏啊 還好只是原水的管線破裂 並不影響附近的民生用水 摘水公司也將現場的馬路隆起部分刨除 重新鋪過柏游路 緊急搶修要恢復正常的走通 這往孟庭修志願在高雄的採訪報導 最需要帶您關心到的是保齡暗風暴持續的擴大 基隆市率先宣布校園的營養午餐 禁用版條類的食材 新竹 彰化 雲林等縣市也都表態跟進 目前全台灣有11個縣市都宣布禁用了 台北市雖然說暫時不跟進 但市長蔣萬安強調說 食材的每個環節都可以嚴格把關 至於在保險賠償的部分 現在不只有圓擺保單可以賠 大時代廣場保險公司也表態 只要是食物中毒就會賠償 台北市長蔣萬安出席南港國小校慶 親自獻上祝福 只是台北新的圓擺A13保護茶室 食物中毒事件越野越烈 各界也擔憂食安風波 燒進校園 基隆市府率先開出第一槍 宣布4月起學校營養午餐 預防性全面禁用版條類料理 接著包含新竹縣市 彰化 雲林 一共11個縣市都表態跟進 那雙北這頭的態度呢 絕對不會單單只是 鍋要條或河粉而已 所以我們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料理的食材 都把它全面做第一的解釋 強調食材每個環節都該嚴格把關 北市站不跟進 版條禁令 而市府29號也召集 原版和保險公司 確認原版保單能夠賠償 如今就能向原版承租 並管理美食街的大時代廣場 投保產險公司 也表態 確認食物中毒 願意賠償 他在保齡餐廳內用吃飯 那如果因為食物中毒 是我們在大時代的 保單裡面的保障範圍裡面 當然就是可以有所理賠 責任險的一個理賠 指示這回 保齡卻因為保肺餵腳 責任且失效 身為出事業者 卻要原版和大時代保單負責 難道保齡都不用負起責任嗎 保險公司或者是原東百貨 或大時代賠償給這些被害人以後 是可以代位的再向最終的 這個損害賠償的製造者 也就是保齡公司 或者是保齡公司的負責人 或廚師等人 來做民事的求償 依法保齡恐怕還是躲不掉相關責任 食案風波擴大 相關究責和賠償 慢慢常入 缺財 正要展開 記者參加黃偉才 台北報道 高雄大樹區今天凌晨 傳出了見血事件 有兩派人馬喝了酒之後 互看不順眼 相互的嗆瞎 引發了肢體衝突 警方貨報趕到現場 除了發行有兩名男子 遭酒瓶砸傷之外 還有一個女子手腳擦錯傷 另外更在現場 發現了一支鋁製球棒 目前雙方都提出了傷害 還有毀損告訴 大半夜一間檳榔攤外亂成一團 有男有女不斷叫燒 什麼原因會這樣子你知道嗎 我們打完了 警方到場民一小到酒客 還是很失控 爐到不行 救護車麻煩請趕快 開了打開了 然後先上車 你們先上車 醉成這樣只能通通帶回爭敗 人的收手前 兩幫人馬喝酒後爆發 口角爭執叫燒聲 也把附近民眾從睡夢中叫醒 不只動口還動手 31凌晨12點多 總共四男一女 當時正在大叔區神農街上酒聚 沒想到雙方酒後 疑似就是互看不順眼 先嗆殺 最後也變成見血衝突 其中53歲金星男子 以及54歲零星男子 被對方年約25歲的 劉姓男子持酒瓶砸傷頭部 另外消息女子及立民零星男子 加入政局 則是頭部手掌都有差錯傷 雙方一次拋鎖互相提出告訴 全案訊號依傷害 及回屬最險移送 據了解現場還發現一隻屢製囚棒 有沒有被當成鬥牛武器 還得離千一逼近走後 一言不合就動手動找 警方勢必得壓壓這手掌企業 記著做報導 好同樣發生在高雄 有民眾日前跟警方報案說 自己的寵物狐謀 受困在公園動彈不得 不過警銷到場之後 只看到了一條寵物牽繩卡住了 而消息曝光之後 很多人認為說 這根本是浪費社會資源 對此消防單位表示說 基於服務精神 才會協助拉出繩子 但要是有謊報緊急救護情況 恐怕會違反消防法 不少民眾都會帶寵物前來公園散步 不過日前卻有人指示 因為寵物牽繩卡住 竟然大被周章找來消防人員 前來救護 拿著三叉叉 把橘色寵物牽繩從石頭縫隙拉出 原來稍早前 一名女子心急如焚 向警方聲稱自己和寵物狐謀卡住 動彈不得 所以現在人還卡在那邊 爸 所以是寵物卡住 你也卡住 爸 幾乎求救信號警方不敢大意 轉報消防單位 不過到了現場卻是場無榮 行銷到場發現 蔡女與其寵物不謀 並無受困情勢 地點在高雄三明公園 這麼大的陣仗也引起民眾圍觀 就是她報案的蔡姓女四祖 事後一個人默默離開現場 儘管她表示一時心急才會誤報 不過消息曝光不只按摘引發討論 還有民眾抱怨根本是在浪費消防資源 到現場後 唯一寵物牽繩卡在十分鐘 向指揮官判斷 基於衛冥服務的精神的立場 協助民眾將牽繩解開 狀況解除後 消防人車離開現場 若是黃暴緊急救護請示 可處一萬到五萬元拔還 再怎麼心疼寵物 還是得保持冷靜 以免動用社會資源 引起民眾抱怨連連 既然王家鄧銘高雄報導 新北市永河區發生了縱火案件 警銷貨報趕到現場 發現一間民宅前的雜物堆 燒得一片焦黑 掉越了監視器才知道 原來當時幫忙滅火的男子 就是縱火的人 原警以車追人 在附近的加油站 成功逮到嫌犯 嫌犯表示 是因為跟老闆在工作上有嫌隙 心生不滿 才趁著深夜 到老闆的住處縱火泄憤 而訊後也被依法移送法辦 深夜巷弄這間民宅門口 竄出火光 附近鄰居嚇壞 有的人急忙報警 隨後出現一名男子 拿起滅火器滅火 隨後騎車就走人 警方調略證視器 才發現事情不單純 看似好心滅火的男子 其實是一名縱火犯 消防貨報趕緊現場 發現民宅門口一片焦黑 地面還遺留 嫌犯作案用的打火機 原來嫌犯自己縱火又滅火 附近鄰居從睡夢中驚醒 因為案發地點隔壁就是金紙店 然後警察來了 會不會覺得說還蠻可怕的 對啊 害怕 有驅火 聞到有味道開門的 事發在新北市永和區 縱火犯就是從事水店的實性男子 他不滿老闆很久了 近期疑似又發生口掌 遺氣之下才趁深夜 到老闆住家外縱火洩憤 遠景沿路追 在加油站加油時 剛好發現這名縱火犯 當場逮人 請你回來要蓋一下 好啦你車子簽到旁邊再講 都沒逮了還很不配合 但罪證確鑿還是被移送法辦 兩小時內 將其查期答案 訊後依公共危險 毀損罪嫌移送台灣新北地方 檢查處偵辦 普通的口角衝突 演變成縱火案 被依公共危險毀損罪嫌送辦 付出的代價真的不小 記者馬上林昭賢 成為純新北市採訪報導 火爆場面帶你關心到 一名女子到新北市板橋的 一間百貨公司 購買了專櫃的商品 但新未寄來的商品 疑似有缺漏 她氣得跑到櫃檯理論 不滿櫃姐的態度 還有處理方式 當下呢 竟然是拉扯櫃姐的頭髮 而這樣的行為 讓一旁民眾通通被嚇傻 想給我東西 百貨公司裡 女子站在專櫃前 情緒超激動 一邊怒罵 一邊動手拉扯櫃姐頭髮 女子完全不顧旁人勸阻 理直氣壯 讓一旁民眾全看傻眼 不OK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好好講 不要動手 不合理啊 就是你不對 就不應該扯人家頭髮 沒有理由 火爆衝突發生在29號中午 新北市板橋一間百貨公司 這名女子之前向專櫃購買商品 並請對方幫她寄送 貨到時發現物品疑似有缺漏 氣噗噗跑回來理論 貴姐請女子把商品都拿來 可以退錢給她 但女子不滿貴姐的態度 害處理方式 動口又動手 可是你在拆裝的時候 你自己先拍照起來 就有一個證明嘛 你如果都閃掉之後 你再去跟人家爭這種 這種很難講說誰對誰錯 溝通過程中 不滿電源的處理方式 顧動手打臉及拉扯頭髮 雖然貴姐目前戰不提告 但顧客動手打人就是不對 警方表示貴姐如果後續有去驗傷 半個月內都還是可以提告 為自己捍衛權益 社會文江貌宇新北市報導 好 還要看到高雄一間洗衣店 將客人送洗的衣服 掛在了扇衣架上晾乾 結果發現數量有少 急得報警 掉了監視器發現 遭到小偷殺手 嫌犯就說 因為騎車經過時 看到了這件衣服很好看 所以順手偷走 但後來試穿 發現不合身 現在這個鹹飯也吃上了 氣到最鹹 白衣男騎單車上街 行進轉彎路口 看見右側一排衣物 明明是人家拿出來輛 卻被他當挑選貨架 看中一件白色衣服 問也沒問 伸手就拿當免費的帶走 但主人可沒說要送 而且這件衣服 可是客人拿來送洗 這要怎麼交代 間隔都是一樣的 而且中間少於一格的話 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我們是說要是找不到 我們就 賠他衣服的錢 開店做生意 平常曬衣服有固定模式 一眼發現不對勁 掉監視器 揪出是友人生第三隻手 要氣胸嫌犯騎的單車 是關鍵 我們是有紅色的 一般的腳踏車不一樣 它是紅色的 我兩三天剛好在合體 有看到 我老公看到 就去追了 高潛坦承所為 並告訴員警 衣服因不合身 以隨意丟棄 嫌犯是52歲男子 為什麼偷別人衣服 說是覺得好看 只是得手後試穿 卻不合身 不是自己的東西 應要拿 白忙衣場 代價吃上 切到最嫌 被罰辦 記者柯成浩 高雄報導 親命連假即將到來 很多人打算要出國旅遊 今天是連假前的週末 台灣機場 已經湧現了人潮 機場公司表示說 4月3號到8號總共6天 預估這個總用量的人數 是上看74.9萬人次 出入境的高峰 也預估會落在4號還有7號的時候 單日旅客量上看13萬人次 也建議旅客們 要提早3小時到機場報到 會比較保險 台灣機場人潮滿滿滿 清明假期就又到了 不少民眾計畫出國旅遊 一早機場就被旅客給塞爆 機場看到這麼多人有嚇一跳 嚇一跳 嚇一跳 訂來的時候有嚇到嗎 對啊 因為很多人 旅客直呼真的被人潮嚇到了 就連機場都趕快調派人員 引導疏散旅客 方也忘記不管是大廳 報到櫃台 甚至航廈門口都塞滿了人車潮 廉價前的週末旅客人次就創今年高峰 直逼13萬9千多人 哇 等很久 光排隊大概等了快要兩個小時吧 提早三個小時來 都還覺得時間不夠 桃園機場公司預估4月3號到8號 共計6天 總運量預計達到74.9萬人次 出入境高峰預估會落在4號及7號 單日旅客量上看13萬人次 難得連續假期 民眾把握機會出國玩 也要記得提前三小時抵達 才有充裕的時間 保持出國的美好心情 記者 林祝強同意報導 好 那麼在清明節 民眾除了忙掃墓之外 習俗上也得要吃潤餅 彰化北斗的老字號潤餅業者 每年清明節都全家總動員 開了32個爐子一起做餅皮 今年是以第四代 第五代為主 當中三個年輕女生 長相非常的輕手 還被民眾封為是潤餅西施 而今年民眾對食安問題 非常的擔心 所以業者早在一個月前 就自行檢驗時才通通合格 至於價格部分維持動漲 彰化北斗的老字號潤餅業者 選在清明節前一個週末 大開工32爐火力全開 家族兄弟姐妹通通出來幫忙 手握粉漿在火爐上施展鐵砂掌 這爐做完就換下一爐 動作趕緊俐落 現在幾乎是變主力了 對 多久才可以手鍊 大概五六 不僅手上功夫了得 今年家族第四代 第五代 全能接手變成主力 形容三個幫忙的女生是亮點 長相清秀 一個17歲 一個12歲 連兒子的女朋友也來倒沙缸 就被民眾封為是潤餅西施 現在已經不見了會騎水 好 習慣就好 認真乖巧 笑起來甜美 人家說潤餅西施 潤餅買七行光是禮拜六 但那一天業者就準備了五大鍋 麵皮200斤食材應付人潮 只是才發生過壓條的遲案事件 就怕民眾擔憂 業者也早在一個月前 將餅皮和花生粉進行檢驗 全都合格 至於價格 儘管麵粉一包漲100 時薪也提高 業者不請人改出自家人 來節省人力開銷 潤餅持續維持1160不漲價 最大的人潮就是會在4月3號 跟4月4號清明節當天 業者根據以往經驗推算 購買潤餅的高峰 將落在清明節之前 到時32樓鐵錠加開到46樓 忙碌趕工做餅皮 也成了他們清明節的日常 記得我們中話 從頭 天團五月天成均25週年 無關位的海內外粉絲 在昨天起居高雄 幫五月天慶生 主唱阿信感性的說 生活很苦 生命很忙 能夠為大家唱歌 是五月天最大的幸福 而這一番話 讓現場不少粉絲感動落淚 我一天就是今天 今天就是今天 就是這一天 3月29日 台灣人氣樂團五月天的成均日 海內外粉絲齊聚高雄為偶像慶生 五月天 生日快樂 第九度唱進高雄試運組場館 累計29場動員145萬人次 持續締造台灣歌壇 無人能及的紀錄 四五月天陪伴了你 讀書 求學 戀愛 失戀 上車 上班了 不是上車 五個人躺在舞台上 戲數從前 彷彿帶領觀眾們坐上時光機 一九九年正式出道 發過九張專輯 共五部演唱會紀錄電影 和十二個主題巡迴演唱會 慣又更自爆差點無法上台 前幾天其實我的身體 出了一些問題 腸胃炎的狀態 你們每個人都要好好的 讓我們邁向下一個二十五年 在每個人的青春回憶裡 或許都有一首五月天 走過二十五年 還要持續締造他們的傳奇故事 天氣方面的消息則是要來看到 今天在台灣北方 有封面逐漸的建立水氣增加 全台各地一早都有雨勢 這場專家彭啟明就說了 不少地方聽到了響雷 是今年第一波照有規模的漲雨 也有專家在臉書直呼 雨神正在敲門 那麼氣象屬預估 明天封面接近 雨時是最明顯的時候 將持續到下週一 雖然說下週二還有三 會有兩天的空檔 但是到清明連假 又會有另外一波的封面報道 到時天氣將會變得不穩定 週六雨神來襲 民眾撐傘走在路上 有的地方甚至伴隨雷聲作響 氣象專家彭啟明說 這是今年第一波較有規模的降雨 前氣象局長這名點 也PO出雷達回撥圖說是滿滿的回撥 市井台南對流望省 有顏色的部分就代表是有下雨的部分 可以看到這個黃色紅色的這個區塊 分別是從我們台灣的北部 台北 桃園 新竹 然後還有到彰化台中以北 都是有比較明顯 比較強的降雨發生 尤其是在彰化台中南投這一帶 會也是有雷雨發生的一個情形 氣象粉專林老師氣象專家 在臉書直呼雨神正在敲門 因為台灣北方封面建立 週六從北到南因雨綿綿 而週日是這波封面影響最大的時段 全島都有下雨機會 氣象署也預估 週日中部以北 以及南部雨勢不小 持續到下週一 雖然接著有兩天空檔 水氣偏少 但七明廉價又有另一波封面接近 尤其廉價後半段 天氣更加不穩定 不過目前全台水晴告急 石門水庫蓄水率甚至只剩三成 這幾天的雨有機會 會溢住水庫嗎 比較大的雨勢 還是會集中在中部與北 所以有在這些地方的急水區 都可能會有一些 補到一些水的機會 雨淡開炸雖然出門少了興致 但就派能為水庫補水緩解 吃緊水勤 這裡是徐兄明台北採訪報導 學校資安拉緊報 教育部最近接獲了亞新資訊公司通知 遭到駭客勒索 初步清查有七所高中的 校務行政系統遭到入侵 學生各自被竊取 由於使用相同系統的 一共是有26所學校 教育部目前正在進行資料比對 預計在4月8號完成清查 學生使用電腦輸入資料 卻沒想到有學校的校務系統 被駭客入侵 教育部證實國教署和資安專家 到被駭的電腦公司進行數位見識 清查後發現有駭客 使用某高中系統漏洞 入侵電腦主機 執行惡意程式 並竊取該校帳號密碼 又以該組帳號密碼成功 登入其他六所學校的校務系統 竊取學生資料 蠻嚴重的啊 因為小朋友的個資都被發現 我覺得蠻蠻危險的 因為畢竟只是學生 學校的資安應該要控管 如果是學生系統的權限 這個影響範圍就很大 就包含讓新增刪除 或是甚至衛貌 假裝有某些學生是在學校裡救助 國教署表示 目前發現有遭到外部下載 學生各自的操作動作 但沒有新增或是刪除 至於攸關升學的學習歷程檔案 也沒有發現被篡改或刪除的狀況 不過因為有26校都是使用同樣系統 為確保學生權益 國教署也正在核對這些學校 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的正確性 預計在4月8號前完成清查 為何可以從辦一學校的帳號或密碼 可以去存取其他學校的帳號密碼 這個部分事實上在群線的管控上面 事實上是有存在一些漏洞 學校本身的行政人員 可以做一些相關的教育訓練 資安專家提醒網路時代 校園系統是否存在其他漏洞 還要細查以免資安外洩影響擴大 接著據陳建國台北報導 好還要來看到彰化南遙公奔港 近商八天七夜行程 在29號晚上進入到遼溪重頭戲 彰化縣長王惠美跟上萬名的姓仲 一起橫渡濁水溪 沿途撒買陸巾 向濁水溪中的好兄弟們 借路通行 雖然已是深夜 但濁水溪口腕頭鑽洞 這就是號稱一生 至少要參加一次的媽祖療溪活動 目前濁水溪處於低水位 但還是醃到了小腿肚 上萬幸中全身噴濕 臉上去充滿著虔誠喜悅 跟隨著眾媽祖神尊 一起橫渡濁水溪 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 開機三媽神尊首度參加 媽祖療溪 馬祖蘭教29號晚上 近9點開始療溪 約11點半才上岸 彰化南藥宮奔崗 八天七夜的淨香活動 超過200年歷史 堪稱台灣淨香活動的始祖 而最受到矚目的三媽療溪 每三年一次遵循鼓禮 有去除污秽也有祈福的含義 媽祖繞進是地方重要的宗教活動 也是民間信仰基礎 期盼媽祖神威顯赫 必有台灣風調雨順四時無災 記者戴容貌彰化報導 為了要減輕長者的負擔 花蓮縣政府從3月開始實施 敬老愛心計程車的服務 但是因為駕駛人數不足 遭民眾抱怨說常常叫不到車 對此縣府回應說 正在持續擴大招募 除了現有的121輛車 第二波已經上個人車行 招募了97輛車 希望月底結訓之後 司機們可以簽約加入愛心車的行列 為了服務身心障礙者以及年老長輩 華蓮縣政府從3月起辦理 敬老愛心計程車服務 長者持勁勞卡搭車 車子7成都由縣府補助 但政策上路一個月後 卻被民眾抱怨常常叫不到車 原因就出在加入的計程車司機不足 大六十幾歲了 在開業沒幾年 那麼麻煩幹嘛 才會入障子 還有那個什麼裝機很麻煩 審核的條件比較嚴苛 我個人覺得 你只要是合法登記在案的計程車司機 就可以合理的參加這個得證 目前只有三個車隊一百二十一輛計程車 加入服務行列 實際走訪花蓮市區計程車排班站 司機看法很兩極 不容易參加的主因 包括裝機系統太複雜抽成太高 以及結算日太久 全花蓮縣車輛數大概一千零四十台的車數 那但是每一個司機朋友的想法不是很一致 那我們還會持續的來 在招募的過程來持續的來說明 切府強調將持續努力招募更多計程車司機加入 目前已經向個人車行招募九十七輛車 將針對司機進行教育訓練 希望結束後有更多司機簽約加入愛心計程車行列 解誠經驗歡迎報導 政治方面的消息要來看到 準總統賴清德產業敗會之旅第五站 聚焦國防產業跟準副總統蕭美琴一同參訪中科院 去台灣持續強化國防自主的能量 另外賴清德也出席了小行星的命名儀式 是以台灣文學之父賴和的名字來命名 專心聽取簡報碰上不了解的地方馬上提出來討論 準總統賴清德參訪中科院部首蕭美琴全程陪同 兩人首度合體視察國防產業 期許台灣能夠持續提升國防自主能量 精進的測評那這幾天來也做了好幾個架次 由中科院研發自知的唐雲無人機自然是視察重點 國防部長邱國正也在一旁協助賴準總統交接國防事務 賴清德積極走訪產業為520接班做好準備 而再隔天 按月來總統跟寫完棒球 收下特製的球棒上頭的編號16號 正好和賴清德當選第16任總統 將呼應別具一役 就是小行星的命名儀式 特別以台灣文學之父賴和來命名 賴和可以說是上一一國 未來我520上任之後 我也會向賴和學習 不僅僅會照顧做事的民眾 我也會重視教育文化 更重要的是會捍衛台灣的民主 也讓台灣成為世界的民主的MVP 同樣擁有一屆背景 賴清德准總統 期許自己能夠秉持民主前輩的精神 帶領台灣前行 記者林仙貞 蕭瑞生 台北報導 前總統馬英九4月1號 將帥團訪問中國大陸 但是馬西二會的傳聞沒有斷過 傳出會在4月8號舉行 對此馬英九辦公室指揮音說 目前還沒有定案 另外有香港媒體透露說 將會有台灣的政壇大咖接力訪中 對著鏡頭微笑握手 2015年馬西會在新加坡舉行 今年已經卸任7年的前總統馬英九 即將踏上北京 盛傳11天的訪中行程 4月7號抵達北京後 隔天8號就會舉行馬習二會 不過馬辦回應 尚未定案 對岸的消息也不斷釋出 馬習二會的機率很高 港媒還透露台灣政壇大咖將接力訪中 傳出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會到山西五台山參拜 國民黨前主席洪秀住7月將要帶團 竊往杭州 尤其現在正值兩岸緊張的關係 如果說能夠有和緩的趨勢 相信這都是大家共同所期待 呼籲現在執政黨如果沒有辦法負起責任 也不要任意的抹黑或是指責別人 不過正在馬前總統訪中前夕 立法院成立中華民國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友好協會 由國民黨團總召傅昆琦擔任會長 有40幾名籃板立委參加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怒批 RCEP就是以中國為首的經濟體 根本是銀狼入市 台灣呢好不容易漸漸的脫離 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國民黨的這個立委的想法 基本上不是經濟的考量 而是政治的考量 如果RCEP不重要 為何蔡英文總統2016年就職演說時 要提積極加入RCEP 柯建民總召按照他的邏輯 那現在已經加入的其他國家 是不是都是中國大陸的附屬國 他防520政權交替之際 穩定區域和平 在野主張溝通 綠營則提高警覺 介紹劉淳為台北城報導 2024台北電氣空調影音3C大展 在台北市貿登場 知名冷氣品牌在現場展出了最新的空調 有凍結洗淨科技 增加油汙去除的功能 能以高溫融化 集體內部的油汙 讓清潔的效果更加顯著 氣溫升高打開空調運轉 讓室內降溫 2024台北電氣空調影音3C大展 在世貿一館盛大登場 凍結洗淨最新功能 油汙去除 以高溫融化軟化機體內的油汙 加強電力科技 也全新升級 除菌率超過99% 知名冷氣品牌發表最新凍結洗淨功能 就是因為隨著空調使用時間增加 濾網無法攔阻的油煙灰塵 會進入空調內部 形成頑固油汙 久而久之 就成為煤菌和異味的來源 這時候清潔力就相當重要 除此之外 還有全新改版的雲端智慧控APP 透過人性化操控介面 就算出門在外 也能管理家中的空調產品 每年的2到4月 是各大空調品牌的促銷熱門時段 消費者不妨多看多比較 一次把空調優質的好禮帶回家 另外配合政府節能加電泰 就喚醒補助政策 選購能源效率一級的冷暖氣機 或電冰箱最高可補助5000元 在炎炎夏日來臨前 能有更舒適的空調體驗 界台北綜合報導 華語大世界要帶您關心到 以色列空軍在29號越界 進入到了敘利亞 對敘利亞的北部發動了空襲 目標是真主黨基地 至少造成了44個人死亡 那麼其中大多數是敘利亞士兵 這是以色列近幾年來 對敘利亞所發動最知名的攻擊 敘利亞的支持者俄羅斯 譴責以色列的攻擊行動 並表示這項行動 勢必會激起真主黨的報復還有反擊 火光在敘利亞炸開 以色列29號派遣戰機 越界進入敘利亞 對敘北的阿勒坡省發動空襲 人權團體表示 以色列的目標是真主黨 在當地的彈藥庫 有伊朗撐腰的真主黨 是哈馬斯的盟友 以哈衝突以來 真主黨不斷從黎巴嫩境內 發射火箭攻擊以色列 讓以色列腹背受敵 以軍戰機直接進入敘利亞領空 指導真主黨曹穴 敘利亞的支持者俄羅斯 強烈譴責以色列 強調絕對不能接受 在此同時 華盛頓郵報報道 儘管美國對以色列進攻 南加薩的拉法表達憂慮 但拜登政府低調地 批准了運交價值數十億美元的 炸彈和戰機給以色列 國際法庭28號命令以色列 必須確保人道救援物資 毫無阻礙地進入加薩 聯合國警告 北加薩正面臨災難性飢荒 並將擴散到整個加薩 除了期盼物資趕快送進來 加薩民眾更希望看到戰爭 早日結束 劉榮偉編譯 趙宗方濟哥29號下午 出席了聖伯多禄大趙宗的 耶穌受難日儀式 不過身體狀況似乎不太好 當天晚上在羅馬競技場的 十字苦路露天儀式 趙婷突然宣布 趙宗為了維護健康決定不出席 那麼這已經是趙宗連續兩年取消 週五晚上的羅馬競技場 擠滿了虔誠的天主教徒 大家都希望見證 趙宗方濟哥主持的十字苦路露天儀式 不過很可惜 趙宗的椅子被當場搬走 讓信徒有點失望 趙婷臨時宣布 為了維護教宗的健康 因此缺席了羅馬競技場的十字苦路儀式 這已經是教宗連續兩年缺席同一個儀式 我當然覺得他為了人們 確保他做得好 但他必須有理由 我絕對決定不斷 我絕對決定不斷進去 我認為他可能會儘管健康 事實上教宗29號下午 坐著輪椅進入聖伯多禄大殿 主持了主受難日儀 教宗雖然站起來主持儀式 但是聲音卻有點微弱 教宗在週四的卓竹節 也有為女囚犯洗腳 當時他看起來精神狀況還不錯 高齡87歲的教宗方濟克 健康狀況不佳 先前曾經罹患過肢細管炎 感冒和流感 也長期患有膝蓋疾病 教宗在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中 表明沒有退位的打算 信徒也都希望他能健健康康 你現在編譯 焦點轉回國內來關心到 一年一度的宜蘭綠色博覽會 今天在蘇澳的五老坑風景區盛大登場 今年活動是以地球學院作為主題 總共有16個展區 活動內容不只有DIY課程 也延續了去年的實境解謎熱潮 推出新任務 開幕第一天就吸引不少大小朋友 樂手在舞台上奏出動人旋律 樂手在舞台上奏出動人旋律 白恩者在前方隨著躍身舞動 學童們穿上粉色跟黃色的舞裙 動作活潑可愛 請翹螺 羅生響起2024宜蘭綠色博覽會正式開跑 今年活動從30號開始 第一天就吸引大朋友帶小朋友到場參觀 這邊好玩嗎 好玩 我們等一下要去電滑梯 有滑梯喔 對 真的很棒 今年綠博以地球學院為主題 在蘇澳五老坑風景區設有16個展區 會集各領域關於永續的倡議跟實踐 我們有16個展區 我們兩個遊戲區 結合了3G 5G AI 人工智慧 那永續的發展 那今年呢 希望大家的共襄正直 了解呢 正在的保育環境 現場還設有遊戲體驗設施 物理奇幻遊樂場 以及上千場DIY手作跟教學體驗課程 也延續去年大受好評的實境解謎熱潮 推出全新解謎任務 各種豐富活動移錄到5月12號 邀請民眾參與從玩樂中學習 永續概念 記者張凱婷宜蘭報導 海伊大潮的殘骸因為太重了 海軍得出動起重機才能處理 網告回來完整報導 開到100年以後 對客人的意義來講 就是一個精神的存在 80年前我來吃的那個麵 80年後還在 這對那位客人來說 是很大的精神支持 就是他覺得他的回憶還在 我們會用符口這樣子去量中心位置 不要別人說你不能做什麼 其實我都會去試我能做到什麼程度 每個禮拜天帶您尋找台灣感動力 很多以前或許不太容易醫師的疾病 或許現在可以得到一些醫治 血液卻又是他們的一個必需品 醫療的一個使用量增加了 這個必需品當然需求量就越來越大 應該要反過來洗濕一個問題 到底是因為我們的需求量真的合理的這麼多 還是因為熱心目這麼多血以後 臨床的用血就沒有去管制它 所以造成用量這麼多 海濺融化 海濺融化 如果夠大的話它是不是就像海嘯一樣 我夠夠夠夠 聽過 給聽過 可以聽過 進去就像是有什麼可以 所以很容易撞到其實更長 海洋枯竭 從北極到台灣 從冰川到海洋 海事團隊徒步冰河 潛入海底 目擊全球暖化的衝擊 請鎖定地球的極限 六星級的日式料理的裝潢 這太不可思議了 我們來魷魚庚店參觀它的裝潢 歡迎回來 再來要帶您關心到 美國巴爾地摩港的凱伊大橋 遭貨輪撞上而倒塌 不過在倒塌前 受到的撞擊力道 相當於發射登月火箭 所需要力量的三分之一 雖然說當時貨輪速度移動的很慢 時速只有十幾公里 但是貨輪的質量 相當於二分之一個帝國大廈 所以破壞力非常的驚人 而在接下來的難題 是要清理現場 美國海軍的重型起重機 先後遇到港區 但是橋生的殘骸太重了 必須要先分切才能處理 美國東岸最大的起重機 周五運到了斷橋現場 準備吊起擋住航道的橋生 清除妨礙搜尋 四名失蹤工人的障礙物 並將肇事的貨輪脫離現場 這座起重機可以吊起一千噸的物體 另一座四百噸的起重機 周六會到達 但是壓在貨輪上的橋生殘骸 重量有三千到四千噸 那些金屬橫架必須先分切 才能讓吊車吊起 貨輪也才能移開清除航道 巴爾地摩港是美國最主要的 汽車跟輕型卡車進出口港 農業機械建築機具等也是大宗 這起意外使港口幾乎停擺 只剩下碼頭作業還能繼續 生還的兩名橋上工人 一個從五十幾公尺的空中墜落後 在冰冷的水中游了一會兒 幸運獲救 另一個則是在斷橋前要求換班 離開橋生時有員警叫他加快速度 他回頭就看到大橋崩塌 美國運輸安全委員會人員 到肇事貨輪上檢視 並拍下船上的狀況 專家擔心貨輪會因為重壓而下沉 清理工作更加刻不容緩 州長說週一之前總共會有四座海軍的 起重機到位 搭配三十幾艘船隻 開始困難的清理作業 美國總統拜登則說 他下週會到巴爾地摩勘災 並為工作人員打氣 綜合報導 北美4月8號將迎來相隔七年的日全時 廣告回來帶您一起來看看 新一季發現科學來囉 這一區長期模擬海洋酸化 全新單元行動實驗室 我們現在也可以遠端來操控機器人了 草原蒙馬俠這個是它的牙齒 帶您直擊科學家的實驗基地 輕鬆了解科學家的研究內容 生活完科學 解密日常生活小知識 用深入潛出的方式 帶您探索科學新知 體驗生活科學 週日晚間八點半 請鎖定台式新聞台 發現科學 霹靂卡霹靂拉拉 柏柏麗娜貝貝魯多 愉悅變成抖雷咪 小麻煩魔女會使用怎樣的魔法 小魔女抖雷咪 每週六下午五點至六點 每次看兩集 每個星期跟八個星期 晚上八點 但是最新八點六點 最分成功 大家好 我是郭文智 想陪著我們一起一夜嗎 太一夜中第三季 週六晚上八點 請鎖定台式主題 我們兩兩PK需要用跆拳道腰帶 套住敵方身體 率先成功的人即可得分 好 預備 他們好像會打架 老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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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海兵融化 如果夠大的話 它其實就是像海嘯一樣 高高高高 聽過可以聽過 可以聽過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繼續要來關心到北美地區 4月8號將迎來相隔7年的日泉石 這次的日泉石 從墨西哥開始 經過了美國 再到加拿大 不少位在日泉時代上的城鎮 都已經摩拳擦掌 準備要迎接大批的天文明湧入 而全美逢日泉石 就連破百歲的人瑞 都引頸期盼這一天的到來 北美4月8號將迎來睽違7年的日泉石 墨西哥、美國、加拿大都能觀測得到 位在日泉時代上的城鎮 都已經摩拳擦掌 準備迎接天文明湧入 全美封日泉石 紐約周周圍101歲的人瑞阿嬤 也引頸期盼4月8號降臨 那天她還將歡欽102歲大壽 同樣破不及待的還有周圍106歲的德州阿公 身為資深天文迷的她已經親眼目睹過12次日時 這次她不需要大老遠跑到其他地方追日食 因為她所住的沃斯堡就在日泉時代上 阿公說這有可能是她有生之年最後一次日食 所以要好好把握機會 吳天哲編印 美國加州有動漫展登場 吸引大批的COSER共襄盛舉 廣告回來 一起來看看 開到100年以後 對客人的意義來講 就是一個精神的存在 80年前我來吃的那個麵 80年後還在 這對那位客人來說 是很大的精神支持 就是她覺得她的回憶還在 我們會用福口這樣子去量中心位置 不要別人說你不能做什麼 其實我都覺得她的回憶 都會去試我能做到什麼程度 每個禮拜天帶您尋找台灣感動力 很多以前或許不太容易醫師的疾病 或許現在可以得到一些醫治 血液卻又是他們的一個必需品 醫療的一個使用量增加了 這個必需品當然需求量就越來越大 該要反過來洗是一個問題 到底是因為我們的需求量 真的合理的這麼多 還是因為熱心目這麼多血以後 臨床的用血就沒有去管制它 所以造成用量這麼多 週六晚間八點 請鎖定台式新聞台熱線追蹤 年輕人的出發了 有沒有 再一次 我們看好吃了 好吃 真的 有了 阿姨把手過來了快點 快躲起來請進去 恭喜你小會卡回來 好可愛喔 有沒有人幫我拍照 世界正在改變 What the hell 破了失控撞擊 巴爾蒂摩跨港大橋倒塌 莫斯科慘遭恐攻 疑電重重真凶難辨 凱特離癌接受化療 侵入影帶對外說明 請鎖定一起看世界 再見了 我的冷凍烏龍面 再見了高麗菜 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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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 總覺得有點可怕 我沒辦法收 全新一季 新蠟筆掃心 每週六晚間六點三十分 全台獨家首播 台市最新八點老大戲追分成功 每週到七五晚上八點 台市追分成功 大家好 我是姚元昊 想陪著我們一起營業嗎 嗨 營業中第三季 週六晚間八點 請鎖定台市主題 均募到守門員 居與敵隊守門員進行防守拔喝 另外兩人則輪流 踢球進球數 較多即可得分 小營 庭 等一下 偷 踢球 妳可得分 妳有一點 放開 慢慢 我們就追到妳了 她現在在六公歲 妳可得分 我六公歲 不得不說 張立東是用他的生命在防守 口水都流出來了 研究內容 生活完科學 解明日常生活小知識 用深入顯出的方式 帶您探索科學心知 體驗生活科學 週日晚間八點半 請鎖定台式新聞台 發現科學 開到一百年以後 對客人的意義來講 就是一個精神的存在 80年前我來吃的那個麵 80年後還在 這對那位客人來說 是很大的精神支持 就是他覺得 他的回憶還在 我們會用符口 這樣子去量中心 趕快來關心天氣 今天因為新南風 帶來濕暖空氣 水氣增加 中部以北 東北部還有東部地區 出現局部短暫淨雨的機率 也提高了 一起來關心更賞細的 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在基隆 還有新北跟台北 都是由於天氣氣氣溫是 23到27度 台灣氣溫24到27 新竹氣溫25到27 而苗栗的氣溫 則是26度到28度 中部地區在台中 氣溫是27到29 彰化還有南投氣溫27到30度 雲林氣溫27到31 而在嘉穎天氣比較穩定 高溫來到了30度 往南走在台南氣溫是27到29度 高雄氣溫28到30 屏東氣溫29到32度 東半部地區在宜蘭氣溫是23到26度 花蓮氣溫24到26 台東的氣溫是25度到27度 外島方面在蓮漿是由於天氣氣溫19到21 金門還有澎湖可以見到陽光露臉 氣溫是21度到27度 新遺季發現科學來囉 這一區長期模擬海洋酸化 全新單元行動實驗室 我們現在也可以遠端來操控機器人 草原萌麻香這個是它的牙齒 帶您直擊科學家的實驗基地 輕鬆了解科學家的研究內容 生活完科學 解密日常生活小知識 用深入潛出的方式帶您探索科學新知 體驗生活科學 週日晚間8點半請鎖定台式新聞台 發現科學 開到100年以後對客人的意義來講 就是一個精神的存在 80年前我來吃的那個麵 80年後還在 這對那位客人來說是很大的精神支持 就是他覺得他的回憶還在 我們會用福口這樣子去量中心位置 不要別人說你不能做什麼 其實我都會去試我能做到什麼程度 每個禮拜天帶您尋找台灣感動力 很多以前或許不太容易醫師的疾病 或許現在可以得到一些醫治 但是血液卻又是他們的一個必需品 醫療的一個使用量增加了 這個必需品當然需求量就越來越大 該要反過來洗是一個問題 到底是因為我們的需求量真的合理的這麼多 還是因為熱心目這麼多血以後 臨床的用血就沒有去管制它 所以造成用量這麼多 週六晚間八點請鎖定台式新聞台熱線追蹤 海濱融化 夠大的話它是不是就像海嘯一樣 夠夠夠夠 給給給給給給給 進去就到處都可以 所以很容易撞到其實更長 海洋枯竭 從北極到台灣 從冰川到海洋 海事團隊徒步冰河 潛入海底 募集全球暖化的衝擊 請鎖定 世界正在改變 過了失控撞擊 巴爾地摩跨港大橋倒塌 莫斯科慘遭恐攻 疑電重重真凶難辨 凱特離癌接受化療 侵入引帶對外說明 請鎖定一起看世界 在美國加州舉行的完美動漫展 吸引大批的coaster前來共襄盛舉 新聞記號就帶您快來看看 我是張寧 感謝您的收看 祝您有個美好的秋秋假期 我們再會 歡迎收看 一三零零整點新聞